狐狸猫坐在客运上 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 一边听着音乐 听着听着 狐狸猫开始思考 除了用旋律歌词来分析一首歌 能不能利用声波的角度 来认识美丽的音乐呢 要回答狐狸猫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 组成声音的要素有哪些吧 一首歌的旋律 是由不同音调的音符组成 而音调对应的是声波的频率 音调越高 声波的频率也就越高 音调越低 声波的频率就越低 除此之外 歌曲也常用大小声的变化 来表达情绪起伏 音量的大小 也可以称为响度 响度越大 表示声波的振幅越大 响度越小 声波的振幅也越小 然而 即便有相同的旋律和音量变化 狐狐狸猫 狐狸猫觉得不同乐器 演奏的版本 听起来也很不一样 这个差别 是构成声音的最后一个要素 音色 不同的乐器 拥有不同的音色 即使拥有同样的音调和音量 我们也能迅速地 分辨出不同的乐器 音色和声波的波形有关 不同音色的乐器 所发出的声波的波形 就会长得非常不同 狐狸猫觉得很有趣 原来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认识音乐啊 那么 现在请你一起和狐狸猫 来动动脑吧 狐狸猫用电脑软体 改编了一段卡拉OK的音乐 帮助自己在家练唱 你知道 狐狸猫对这段音乐 做了什么改变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出相对应改变的物理量吧 档案一的声波阵符被改变了 因为声音的大小声 也就是响度和声波的阵符有关 因此 档案一是因为狐狸猫觉得音乐太大声 而改变了音乐的响度造成的 档案二的波形 和原始音乐完全不同 就像是小提琴 和长笛的声音波形完全不同 因为狐狸猫觉得自己 比较适合另一种乐器的声音和声 因此改变了音乐的音色 最后一个档案 声音的频率增加了 狐狸猫觉得自己唱歌的音域比较高 因此帮这段音乐升了key 升高了原本的音调 如果有机会 可以使用音乐编辑软体 或许你也可以更改 各种声音的要素 创造出好听的音乐 而且你不仅会创作 改变音乐 还知道背后和声音相关的 物理知识呢